二重玩日本吧 大家好 我是黑木正儿 黑木耳的黑木 真的很耳的正儿 今天跟平时的二重玩不一样 今天不要多比 我这次来到了 岩手县的路前高田市 这个地方遭到了2011年 东日本大地震的海啸的灾害 所以我想让大家看看 正在地现在的情况 我后面的这个树 就是奇迹的一棵松 这个地方本来有两公里的松树林 这里有大概有七万棵的松树 地震的海啸之后 就剩下这一棵松树了 这是07年的时候的照片 这个最高的就是在眼前的这一棵松 这里面其实有好多松树的 其他松树都被冲走了 这个树现在已经枯死了 但是现在保存为复兴的象征 这是面包超人的作者画的 这个就是一棵松 他祈愿正在的复兴 而做这个画的 那个就是青年旅社 作为地震一构 就那样留下了 这个建筑就是小学校 现在决定保存为地震一构 这个桥 大家叫它希望之桥 是一个传送带 是从那里把山里的土 用送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就是被海啸冲走的地方 什么也没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基土增高 以免再发生地震海啸 这个传送带总共有三公里的长短 如果用大卡车的话 需要十年的工程 用这个传送带三年就可以完成 然后九月底 他的工作就完了 就要撤走了 有时候从这上面 泥土的话 灰尘会掉下来 只有这个 这两个东西 保护人 走 因为这个地方都增高 所以其实那边就是海 可是海都看不见了 这些石头是院子里的石头 然后被海啸冲走 还有这么多 这个地方叫 道士站就是开车的人的休息厅 还有旅游消息聚集地 这个地方离奇迹的一本松 大概有五百米左右 这个地方也受到了海啸的影响 这个地方保存为建在一宫 这个建筑里面也有很多松树冲进来 旁边的松树就是被海啸断掉的松树 能看出来海啸的力点 这里就是刚才的道士站 在那里面的加油站 看到那个牌子吗 老师的标志 那个就是海啸的水位 15米高的海啸 好可怕 这个大地震的追到的地方 是超龙的带不见 这个镇耳心表现 这个故事是最大的 雷王 海啸 山崇督 家的大地震 也在海啸 这是Hotel三友旅馆三羊 也是陆前高田市 这家旅馆因为在山上所以没有受到海啸的影响 所以当时他们接受了很多受灾者 让他们住,让志愿者也住 然后也给他们做饭 这就是旅馆的食堂里面在墙上贴着的照片 是老照片,正在地之前的样子 被冲堵的松树林 现在那边增高了 所以这些风景完全没了 这些也是陆前高田的海边的照片 是一组明信片的老照片 有松树林的那个地方的海滩 现在这些都没了 这个是陆前高田未来商店街 是因为很多商店也被海啸冲走了 为了消费者方便 为了这个地方变繁华 在这个地方大家重新开新的商店 这个建筑做的特别简陋 以后还会盖新的更好的房子了 这次的灌鱼大地震的陆前高田二手王 到此结束 这个地方每天都在进步 我希望下次隔一段时间再来一次 给大家看当时的样子 因为这一期是很认真的 不斗笔的二手王 所以下一期给大家看看 这次旅程的搞笑部分 好不好 大家下一期再见 好久不见 在这边 早上 晚安 在这个地方 好久不见 正面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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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